Mixfit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Nexfit的Andrew 也是疾风中工的负责人 一开始 算是蛮random 他那时候刚好有拍一个MV 然后他们团队就来跟我借衣服 这样 所以才认识 然后在接触之后才发现 原来原本跟我借衣服的 他们团队的人 是我高中同学 所以就凑成了这个机缘 就是我跟GZO认识 在跟GZO认识之后 就那时候就常常出来 黑脑就是出来聊天这样 就发现其实我们之前 因为他们的GJ9是Film Studio 他们本来是比较专注在 主流唱片圈的 MV的拍摄这样子 然后我也是就服装差不多五年左右 这样 然后认识之后就发现 原来我们以前都是都是从这个文化出来的 所以有蛮多共同化的 像他GZO他以前本来是做beats 所以他其实在这个圈子里面就蛮多的认识的朋友 然后我最早以前是跳舞的 就是在我学生时代的时候 所以在整个聊天的过程中就发现 我们好像可以一起做一些事情 其实这个名字我们想了蛮久的 因为我们其实想做的并不是一个纯hiphop的厂牌 只是说他刚好就是去年的时候 大家比较能见度高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 我们有的艺人都是比较就是嘻哈歌手 这样 那可以讲的是我们当初的整个核心的概念是想说 我们想要做的不仅仅单是一个音乐厂牌 或者是一个艺人经纪公司 而是我们希望是 因为GZO有它的专业领域 我也有我自己的专业领域 那我们是想要把我们自己的 等于说经验还有connection去串联起来 把这边做成 整合成一个对于artist 就是艺人本身比较好的平台 所以我们其实比较偏向是在 我们想要去建立一个美感的系统这样子 再回到说新浪潮本身的名字 在音乐类型上面 我们是希望说 我们的artist是可以比较多方面的去发展 这个名字是可以代表说 artist他们本身的气质还有能力这样子 对 其实之前选艺人都是蛮random 我们并没有特别一个准则说 要怎样就是比如说要唱得多好听 或者是作品多少 因为其实现在整个nextworld 五个团圆的 就是五个artist 都不是我们特别去找过来的 而是说就是聊一聊 忽然认识 然后聊一聊 然后聊出来说 或许有机会合作这样子 那我觉得最主要 对我自己来讲 最主要的特质 我觉得反而会是人品本身 当然除了音乐 当然音乐一定要是 有一个是吸引我们的地方 对 但是我们还 我是蛮注重在就是 这个artist跟我们的气味 投不投这样子 所以这个讲起来蛮抽象的 第一个讲大家比较熟的Housey 他本身其实是可以唱很hiphop的东西 但他自己私底下又蛮喜欢那一种 比较citypop或tro pop或lo-fi的 音乐类型风格的人 他本身来讲 他自己是算是在 算是蛮冲突的 就是说他在音乐性上面 其实他都可以做 然后他也可以都做得不错 目前在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偏 稍微偏主流的风格一点 但是在未来 我们也是慢慢的帮他 就是有跟大家讨论 就是说 因为像之前 Nexwood Cypher出来 等于大家其实很多人 就是feedback是 很喜欢Housey那一段 因为我在看YouTube的留言书 我发现 很多人都不知道 Housey以前其实是唱这种东西的 就是 大家都会说 原来Housey 那么会rap 或者是说 那是唱情歌的Housey 所以我觉得这个 就是他本身的一个冲突点 那 同时我觉得也是一个 他吸引人的地方 Pony Vibe的特色 我觉得Pony Vibe 是很有才华的一个artist 他就是在 因为他年纪很小 然后他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在整个市场上 有冲到一个 一定的知名度 跟他认识之后 他虽然他平常看起来 就是 有点随心 随意之类的 但是他 在做音乐的话 他非常非常的 刁转 就是他很常 自己一个人 卡在一个地方很久 但是 在作品上面来讲的话 我觉得 Pony Vibe 他是可以做出很多 在听感上面 很奇幻性的 就是 我觉得他的音乐风格 是非常多元的 对 那Soward就不用讲 Soward他是一个在 技巧性上面 非常厉害的一个 优手这样 Soward的故事 大家也知道 他就是 起起伏伏 对啊 在整个他的事业 就是整个音乐的生涯上面 那他其实 他本身是很多 技术在的 那些技术的话 是 蛮多 艺人做不到的 就包含 比如说 合音的方式 然后对音乐 Sense的理解 乐亮的话 他就是奇才 他就是一个 非常 我觉得是天才型的 一个艺术 第一个是他年纪很小 那 第二个 大家也都知道 他英文太好了 我们见面的时候 他就是 他通常不是在打电动 不然就是 一直在听音乐 就是就连出来的时候 他也一直在听音乐 所以他的 他对于 Hip Hop 这整个 我觉得不单单是Hip Hop 而是整个 音乐 因为他其实 自己都有在听 那种 比较重金属的东西 就是他听的东西真的太多了 他除了在音乐上面 有自己的Sense 那他同时也很聪明 就是他读很多书 所以说 我觉得他算是一个 很符合我们长牌 就是一个核心理念的 一个Artist 这样子 那Pito的话 其实我觉得他本身 跟 《月亮》稍微有一点相似 但是 他比较 大的特点是 他蛮愿意去尝试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说他从最早以前 在做BoomBab开始 后来到现在后来 Q可以唱一些New Web的东西 那 他并不是一个 就是可以去 躲在一个框架的一个 一个歌手 对 那所以对于Pito本身的话 他其实面向算是蛮广的 去年到今年 除了Next Web Cipher之外 大家比较多看到的是 一人个人的作品 我跟Gizzo其实有在规划说 我们今年 跟明年最主要的目标 是要Focus在整个Next Web本身 所以说 现在推出的第一个计划是 因为Randy也刚进来做音乐总监了 那我们希望他去 去制作一个Mix Tape 然后那个Mix Tape是 可以是 跟亚洲不同的国家的歌手 去做练线这样子 甚至是全球啦 这样子 对啊 其实我觉得像 做了音乐厂牌之后 我觉得 就是最大的动力来源 反而是来自于 你有沒有看到 投入的努力有在艺人上面 展现出来 我觉得最大的 反而不是金钱 而是看到有艺人有进步 这个东西 对我们自己来讲 会是蛮欣慰的 如果想要关注更多 Next Web 的消息 请继续锁定Mix Fit 然后也不要忘记追踪 Next Web 的 IG 跟 YouTube 感谢